大家好 我是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的助理教授關燕娘 我的工作主要是有關於多重 θ 之間的代數關係 在介紹多重 θ 之前 我要先介紹尼曼 θ 值 對於任意的正整數 m 大於 1 尼曼 θ 值 θ m 定義為 p 級數在 m 的取值 這同時也是尼曼 θ 函數在 m 的取值 偶爾證明了對於任意的偶數 m 等於 2k 時 θ 2k 除以 π 的 2k 次方 會是一個有理數 事實上 歐爾給了一個明確的公式 可以知道所有 θ 2k 的值 例如我們知道 θ 2 等於 6 分之 π 平方 θ 4 等於 90 分之 π 四次方 但當 m 是基數時 我們對於 θ m 的了解卻是非常少的 目前我們只知道 θ 3 是一個無理數 我們甚至不知道 θ 5 是否是個無理數 但我們相信所有的尼曼 θ 值 θ m 都是超越數 超越數是指 它不是任何一個非0的有理系數多項式的根 而 π 和 1 就是有名的超越數 接著我們來介紹多重測達值 對於任意 R 跟正整數 S 1 到 S r 我們為了修憲系我們考慮 S 1 代表等於 2 歐爾定義的多重測達值 測達 S 1 到 S r 為這個極數 這邊的 summation 是旁邊所有的正整數 N 1 到 N r 而且要求 N 1 到 N r 是嚴格地減的 我們第一 W 是 S 1 加到 S r 比如是多重測達值的 Wait 是個以有限體 F q 為係數 係倒為變數的多項式環 而 A plus 則是這個多項式環 A 裡面的所有 Manicor point 都沒有 我們把 A 看作是正特征值 世界裡面的整數 而 A plus 則是看作是正整數 K S 定義的正特征值的 Theta值 我們把它叫做 K S Theta值 對於任意的正整數 M K S Theta值 Theta M 定義為這個極數 這邊的 summation 是旁邊所有的 Manicor point 我們剛剛已經有提到了 有關於尼曼 Theta值 我們相信所有的 Theta M 都是超越數 但是當 M 是基數的時候 H Theta M 的超越數 目前仍然是個猜想 但是有關於 K S Theta值 我們已經知道所有的 Theta M 都是超越數 接著我要來介紹正特征值多重 Theta值 對於任意 R 跟正整數 S 1到 S r Takuo 定義了正特征值的多重 Theta S 1到 S r 是這個極數 這邊的 summation 是旁邊所有的 Manicor point 剛剛沒有 A 1到 A R 而且要求他們的底估率 是嚴格利減的 而我的空座主要是有關於正特征值多重 Theta值間的代數關係 在 2016 年和寧玉軒的空座裡 我們提供了一個演算法 可以決定正特征值多重 Theta值間是否存在某種特定的代數關係 而在 2018 年和陳惠珍的空座裡 我們則是證明了一些 正特征值多重 Theta值間的代數關係 好 那這部影片的介紹就到這邊為止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讓大家了解何謂多重 Theta值 並且對它有產生興趣 謝謝大家